慈濟北加州分會合唱團 從1994年成立到現在 30多年來透過歌唱 不分宗教 建議了許許多多 有興趣的志工來認識慈濟 北加州慈濟合唱團 迎接兒曆之年 團員在金斯堂舉辦音樂會 分享愛的樂音 北加合唱團都30周年了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 以主場的方式來演唱 合唱唱歌本來就是我喜歡的 我從唱歌結緣慈濟 然後我這個結緣的過程中 我也帶了好多 我認識的姐妹來 因為我本身是目到基督教的 然後我對於唱佛教的歌 心裡有抵觸 也是慢慢慢慢 我就融入了慈濟合唱團 其實我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團員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把法聽進去了 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到最後是因為愛 我感受到老師的無私 而且他不僅是無私 他對於每一位成員的照顧 我就覺得說好 那我就來試著 不是用強迫 而是從內心的接納 不論演藝 流行歌或佛教樂曲 團員都融入其中 觀眾也感受得到 也感受得到 很高興看到社群 我真的很喜歡唱 所以聽所有歌曲的表演 都很高興 非常漂亮 很高興 大愛新聞 旅晚節 江志珍 張曉寧 劉漢清 美國報導 總統